好 看到吴时宜他在巴黎奥运的八强赛 胜利是以4比1击败了二瓜多选手晋级四强赛 他也确定为台湾夺下第一面奖牌 当然他的家人是整个晚上开心到睡不着重 事实上他的家里在台北市内谷经营 鸡汤面店 现在也发出了应援活动 要支持远在法国的女儿能够顺利夺金 女子拳击好手吴时宜已经确定 替台湾夺得首面奖牌 甚至是爸爸的鸡汤面店贴出红色的大大公告 就是由恭喜女儿已经千进四强 全机好手吴时宜巴黎奥运首面奖牌入带 消息振奋所有台湾人 而内湖这间面店就是他爸爸开的鸡汤面 店内甚至还有宝贝女儿 在杭中亚运夺得铜牌的海报 因为这次我们没有陪他一起去巴黎 就是奥运这一次的嘛 所以我们就是希望说 就是这个活动大家也可以借网路 然后发动现实动态 就是为他加油 吴时宜的爸妈低调 不愿意面对镜头 派出姐姐来受访 因为他在7月31号晚间的精彩赛事 以4比1击败二瓜多选手 姐姐也难掩兴奋之情 整个晚上都开心到睡不着觉 他们都开心到抱在一起 对啊 然后有很多的朋友啊 亲朋好友都有传讯息来 开心的不止家人 清一色的网友感谢诗姨为台湾争光 店家在评论区瞬间多出好多五星评论 还写下这是一间 养出运动好手的优质面店 甚至还说感谢诗姨保住 2024巴黎奥运的奖牌 就连面店附近的邻居 都觉得于又容颜 很温馨对就是一个充满爱的家庭 然后小菜都很好吃对 希望他们继续加油对 因为这个过程我觉得是真的很辛苦 全台湾的民众都殷切期盼 吴时宜接下来的赛事能势如破竹 击败各家好手替自己的运动生涯 躲下一斤 记者郭一轩前荣体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